據天眼查最近發布的數據顯示 受疫情影響 第一季度大陸企業有超過46萬家倒閉 其中57%的企業存活不足三年 另外還有2.6萬家外貿企業在此期間註銷、吊銷 肯定會造成大量的失業 而且我們也發現很多工廠已經提前放假了 後來是倒閉了 大量的工人再往回走 有經濟學家估計 中國總計約有6000萬人在和出口相關的行業工作 若出口下跌30% 則有可能造成約1800萬人的失業 疫情還打擊了中國很多行業和商鋪 有大陸民眾指出 失業潮將是沒有積蓄的人 還有背負房貸等債務的人生活陷入絕境 引發社會動盪 最近網上視頻顯示 家信外貿廠倒閉 員工等零遣散費 江蘇無錫一家公司沒訂單 資金斷裂 老闆突然跑路 另外大批的復工人員沒有工作 因此廣州火車站出現反鄉潮 新台南記者雄斌李佩玲採訪報導 常美軍緊密接受 指定等到城崩潮 選bi控制 革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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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革命